当你终于拿到新念已久的薪水,你会怎么做? 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一步一步介绍,拿到薪水后要这样做,帮助你妥善理财,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当你拿到薪水,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你的财务基线。 只有锚定了财务基线,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正确地反映自己的收入水平。 其次,让我们的财务水平也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想要找到财务基线,说难不难,说简单也并不简单。 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但却需要你重复几个月甚至一生来养成良好的习惯。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在自己收到薪水的第一时间就确定自己的财务基线。 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人都比自己的想象中更不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记账的习惯,那么你就是绝大多数人中的其中一个。 你可能会为自己辩解,自己虽然没有记账,把收支都写下来, 但自己每一次花钱都会在头脑中做一个大概的计算。 那我们现在就非常严肃地告诉你,这样做远远不够。 为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当你购买了一件价值29.99元的商品, 你大脑的印象是不是你只花了20元的样子,而实际上你基本上已经花了30元。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错位,却是导致大多数人的支出永远比自己想象要高出许多的重要原因。 所以,想理财就绝对不能靠想象。 正确地找到自己的财务基线,首先就是要严格地记录下自己的每一笔支出。 如果你真的犯懒,那请打印出自己的银行流水,然后手动补充进去一些现金消费。 接下来你就需要认真的挑出那些原本不应该花的冤枉钱。 那么,如何判断是不是多花了不该花的钱呢? 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公式。 你的房租或者房贷应该为你的月收入的30%。 其次,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的金额应该在你的月收入的10%左右。 最后,你花在各种账单,比如说手机化费、水电费、保险等类目上的总金额应该为你月收入的另外10%。 也就是说,你每个月的基本生存支出应该控制在你的总收入的50%。 如果刚刚提到的这三项收入已经大幅度超出比例,那么你就应该及时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购买普通的开价日用品,而不是沙龙县的护肤八件套,在家里冲咖啡,而不是每天雷打不动的一杯星巴克。 虽然这样做可能眼下确实是降低了生活标准,但是却对你长期的财务健康状况非常有帮助。 它能够让你更稳健地面对和度过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 因为只有正确地对标了你的财务基线,你才能顺利地进行第二步,储蓄你的紧急备用金。 任何一个独立生活的成年人,都需要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中拥有足够自己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也能正常生活六个月的费用。 这就是你的紧急备用金,也被Lucy Lu称为Fuck your money。 这笔钱能够让你在意外失业或生病受伤的情况下拥有一份安心,而不是慌乱地找到另外一份不合适的工作,甚至是陷入民间借债的泥潭。 当你因为有了这一份紧急备用金而安心地度过了艰难的时刻,你会为自己在步骤一时的理智而感到庆幸。 接下来你就可以进行第三步,清理债务。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背有一些负债,这可能是当初为了拥有一辆代步的工具,也可能是为了犒赏一下自己,分期购买了自己一时无法承担的物品。 拥有债务无可厚非,但想要让自己尽可能少的偿还债务,在发新日之后立刻清理自己的债务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具体的操作办法,大家可以参照以下步骤。 首先列出所有未偿还的债务,包括信用卡、贷款、医疗账单等,然后对于每个债务记录其利率。 通常信用卡债务的利率相对较高,接着我们再列出每个债务的每月最低还款额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看是否有用来额外偿还债务的资金,比如说储蓄、奖金、付业收入或任何其他可用资金。 在这里有朋友可能会问,那我们应该是先偿还还是先储蓄紧急备用金呢? 通常没有紧急备用金可能导致我们在未来继续借债来应对紧急支出,因此有带来更多债务风险的几率。 而一个负债过多的人在申请新债时的利率往往会更高。 所以通常情况下,在没有高息债务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积累紧急备用金,低息和免息债务按时偿还即可。 但是高利率的债务会让我们支付更多的利息,承担更重的负担。 因此,如果有高息债务,优先偿还高息债务往往是更明智的。 具体操作,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原则,结合个人情况,灵活操作。 当债务情况过于复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金融顾问,避免自己做出不合适的选择。 在债务中越陷越深。 当我们的个人债务处在一个较为良性的偿还模式下,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投资的部分。 投资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个人正常生活的基本盘,另外就可以在基本盘稳定的前提下关注长期增长。 个人投资的基本盘主要还是在养老金。 对于养老金,无论是受雇还是自雇,大家都一定要对养老金多多重视。 因为这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免税投资理财项目,所以无论是国家养老金、企业养老金还是个人投保的养老金,大家根据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多多了解当地政策,不要错过了最佳的投保时机。 因为大多数养老金都要求有一定的起投年数,年数不足,很可能不能在自己想要退休的时候领到理想的金额,甚至完全领不到养老金。 那之前的投入也给别人做了嫁衣。 至于长期增长,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坚持定投。 复利是世界上第八大奇迹,懂得复利的人已经开始通过复利赚钱了,而不懂得复利的人也正在为无知付出代价。 这句话说的虽然比较重,但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假设有两位投资者,小帅和David,他们每年投资1000美元,年化收益率为10%,小帅从18岁开始投资,而David比小帅晚了5年。 在投资了20年后,David每年投资1000美元,按照10%的年利率,复利再投资,在第20年结束时,他的总投资额将达到42,855.29美元。 而比David提前5年开始的小帅,也每年投资1000美元,按照10%的年利率,复利再投资,一共投资了25年。 在第25年结束时,他的总投资额将达到70,399.69美元。 仅仅是5年的差距,只是因为小帅投资了更长的时间,他的总投资额就能远超过了David。 我们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案例,我们又有两位朋友,Alice和小美,他们都有1000美元要投资,而且他们计划在5年后取回资金,他们都找到了一个投资机会,年利率为10%,其中Alice选择将他的1000美元投资到一个复利投资账户,年利率为10%,在第一年结束后,他的投资增加了10%,也就是100美元,总额为1100美元。 在第二年结束后,他的投资再次增加10%,增幅基于前一年的总额,即110美元,总额为1210美元。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第5年结束,他的投资变成了1610.51美元。 而小美选择将他的1000美元投资到一个简单利息投资账户,年利率为10%,在第一年结束后,他的投资增加了10%,这里和Alice一样,也是100美元,总额为1100美元。 在第二年结束后,他的本金不变,投资再次增加10%,仍然是100美元,总额为1200美元。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每年小美的收益都是固定的100美元,到第5年结束,他的投资就是1500美元。 所以,同样的起投金额,同样的年化收益率,Alice选择复利投资,最终他的投资增长到了1610.51美元,而选择了简单本金投资的小美,最终他的投资只增长到了1500美元。 因为这次两人只投了5年,所以对比没有小帅和David那么夸张。 通过以上的两个案例,相信大家不难看出,投资一定要越早开始越好,而且在尽早开始的基础上,复利投资在长期内能够实现更大的资本增长。 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在发新日之后,究竟应该如何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薪水了吧?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财务基线,重新审视调整自己的生活。 一旦整体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调整,慢慢我们就能够养成正确的花钱习惯,不会把钱花在自己还不足以支付的事物上面。 接下来就是为自己未雨绸缪,存下一份紧急备用金,让自己在未来能够出事不慌,这样才不会轻易地掉入任何金融陷阱,或者是任何陷阱。 然后就是清理自己的债务,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上不可能没有债务的时代,拥有一定的债务不一定是坏事,但我们一定要拥有还债的能力。 这个基础就是良好的现金流,加上正确的规划。 其次就是锦上添花,为自己的未来做好长远的准备。 从筹备养老金到选择合适的定投产品,然后坚持投资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利用复利的力量,让自己领先同龄人一步。 中天财经频道与前同行,连准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这个通膨的问题已经结束了,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通膨的回积大概上,大致上已经大概减足了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所。 施工比加了,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投资新法手把手,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中天财经频道,张晓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李晓琳,全球正经周报,每周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报给您知道。 这个池泽水变钱,对它养不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房价啦,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都在往下。 掌握肌肉脉动,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